等一下哦 摆出恨得奖的翻堂吕布一样姿势 他是平科大餐旅系二年级学生翟宇凡 他在今年美国圣地亚哥蛋糕大赛中 荣获职业组展示类特金奖 这些啊 羽毛也都是会动 整是自己的翻堂作品吕布 翟宇凡说整整花了半年时间制作 最难的是吕布的表情 为此他常常照着镜子揣摩 终于捏出吕布全神的勇猛神情 而这一次获奖后深觉获益良多 未来将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比赛挑战自我 希望以后继续往更高的殿堂去比 那未来我想要努力试着 把各个大洲的比赛都比完 然后增加我自己一点的 增加我更多的视野 然后看看各国的作品 各国的选手的展现出来的感觉 然后去当作我以后可以创业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 翟宇凡出身单亲家庭 国中时期年少叛逆 后来就读北部学校餐饮科 点燃了烘焙灵魂 高二时曾到三二小姐翻堂造型培训中心培训 因此开启了她的翻堂之路 并且多次在国内蛋糕竞赛获奖 这次在国际赛中大放异彩 平科大安排她担任快闪讲座助教分享心得 平科大强调新创的快闪讲座是种微型学分 有别于传统学分 目的是要协助学生发掘自我兴趣 提升参旅教育的多元发展 参与的技术其实非常多元化 那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变化 其实同学们可能在很多艺术的展演上面 是需要能够有更精进的 那我们特别安排讲座的方式里面 就是让他们可以实际上面去做接触 比方今天的翻堂的部分 让他们实际去做操作 让他们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 餐饮的艺术的部分是要如何去做进行的 快闪讲座由翻堂蛋糕拉开序幕 翻堂老师李牧璇米克担任讲师 翻堂源自于英国的艺术蛋糕 是目前烘焙业职人最具挑战的创意产业 它看起来就是很像是一坨黏土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高糖分的一个食材 那通常用于生日蛋糕或结婚蛋糕 那近年来呢 它变成是一个比赛会常用到的一种食材 那它可以做任何的形状 创意的翻堂蛋糕延伸出无限可能 展宇凡的旅部作品扬名国际后激励更多学生学习兴趣 校方也表示江汉县福共同培育好手 协助他们未来进行比赛或创业 评论新闻蔡理华为德卫采访报道